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欢迎收看每周通讯大帮MHK 欢迎收看第二季 我是西瓜头 今天找到总理上来客串一下MHK每周通讯 总理很辛苦 刚刚吃到新水新寒 赶回来又要拍新节目的科目 刚才你去了 可否透露一下全世界最好吃的牛腩 没错 我刚才去了一间 我认为可以全香港数一数二 好吃的又体质的牛腩饭 牛腩饭我不会否定它是好吃的 但是厨有牛腩饭一定是要去西盈培那间 我认为资计 没错 千万不要让真心教教主去吃 但一去到就请都不错了 请都不错了 而且教主是规券过或者觉得好吃的 全部都倒霉了 没错 所以你有朋友开餐厅去找食品 都会大碗的 就叫教主去 如果请他靠汗的话就叫他入股 哈哈哈哈 就死人了 立即逛街 那找总理上来 因为今天就有我们来打这个世界球 这个世界球 总理就之前跟床盘夹春袋的一众兄弟 以及以前有搭齐齐法的手足 大家都很开心 又可以有一些世界的盛事去玩一下 两个国家 还有十多人 真心教教 其实都不知道究竟是我们的常任主持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 没错了 没错了 那你被爆咪的情况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到时是会夸张过上年床盘夹春袋 没错了 这次我们就会在未来的世界球赛事里面 就要找几场球赛事里面陪大家一起看球赛事里面 通常都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晚上 是的 到时有没有射球画面呢 不知道的 没错了 不知道的 有很多东西的 但是呢 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是怎样呢 就开着MIHK的直播节目 没错 听着总理 还有达明 达明 菠萝 首领 勇哥 还有教主 这些是会做台底小的 就要看他能不能抽到女儿 可以抽到女儿上来 是的 那鸡鸡他说来做佛系 佛系节目主持人 没错 佛系世界球就是缘分到 那个节目自然是要完 他自己会说的 是的 那 那 未来会有哪几场赛事我们会谈谈呢 第一场就是6月16号 接着就是6月23号 接着就是两场八强的赛事 以及决赛那晚我们都会做的了 好了 那 可不可以的总理 讲一讲你的节目 你想着里面有些什么的改动 首先呢 我们就会 整个节目呢 最小长度 这些都是overrun的 最小长度 两个半钟 两个半钟头 真是OD都死了 这些东西呢 哪个家里抽了一些 新死抽了死签 就大了 那些东西 还要选择这星期六 星期日 全部我要给OD的手足 你妈妈 真是很大件 我们会在开球前那半个钟头 就开始直播 那我们会讲一下场球 譬如大家有什么动向 我们玩什么球 讲一些是非非 那段时间人输 然后就开始 那一场球打 我们就一直很业余评论 很麻痹的评论 我们喜欢说两句 你不要想着 我们怎么交球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 我们会直接吊架 哈哈哈哈 用严厉 然后在酒底谱里下注 互相帮大家牙架 我们一定会逼女分明 大家到时会内控 吵架 所以一定会被社运圈 然后在网上试试飞 更加夸张和激烈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有三个环节 我觉得非常吸引 第一个环节 就是台长提水 台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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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呢 很老实讲 台长已经养了很多年了 不过我会做过 世界般来到 养冰千日 用作一招 放两个罐罐 就看看哪个罐罐 哈哈哈哈 是啊 那我们就会 等一下台长去点一下 没错了 台长点过之后 买哪一队 大家心里有错 另外一件事 是包大家中的 那次就叫做 教主时得 没错了 我们会亲自一张 真心教教主超哥 亲自去卖会卖一张飞 然后就 看他心上一场 全世界就在对面 哈哈哈哈 教主时得 教主时得 然后最后一个setment 就是 我们会将友达齐齐 发当年的六合姚邦妹 变成世界般姚邦妹 我们就会将 即我们来到的心水 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场创事 来到那个星期的心水 或者有些什么 重床的东西 就会由姚邦妹 介绍给大家 都是教主的拿手套戏 最开心的地方 当然是壁里分明 大家下去 打牙架 打马 打运气 当然 大家人生的赌博 必然会遇到一些波难症 其实我要感谢 是什么的 感谢两个人 是两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 其实话说我在四月头的晚晚 就和波罗 董哥 首领打麻将 他们三个 就好像 我去两座全宵的讲座 三个就围着我 整天没什么东西搞 整天没什么东西搞 好了 当我下了答之后 第二天 我就去人友达齐齐饭 那里 就问答给他们 人友达齐齐发 入式广告 没错 当中里面 我想我们那晚会最受欢迎 的而且一定会是鬼焦的 这个我不想说 鬼焦 好的 就是吃蜜雪 没错 赢摩 蜜雪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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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没错 当然大家陪着我们看球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喝9mm的农充剂 吃薯芒果 吃炮谷 吃确渣类型的东西 总之就是MIHK Store 也有买东西 大家也希望跟我们入货 支持我们看播 我们就会有几天去的节目 因为有两个半小时的确有节目调动 我们首先逐个逐个时间表来介绍 第一场播是星期六的时间表 先看看如何安排 那天的6月16日的友达世界飞机杯 就是在星期六做的 所有的节目就提前在4点半开始 就是4点半到5点半就是智英塔罗解汇出来 然后5点半到6点半就是主啤梨论英雄 6点半到7点半就是连育世界 然后你深信的阴谋没那么早出街 这次是最早出街 奇怪吗 很奇怪 这个就是8点半到9点半 然后接着要看差不多9点半开播 就是友达世界飞机杯9点钟开播 没错 这个就直落两个半小时 星期六我因为不在香港 这个场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你们都是捣乱了 没错 跟他们烧了 没人找米奇上来 只尊保米奇来谈谈保险的事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会在泰国 就会遥控你们和你们见面 好了 下一场播 就是6月23日 就是隔一个星期 又是星期六 是 事件一样 又不是 11点人 是的 11点开播 所以这个智英塔罗解 就是退组到6点到7点半 OK 6点到7点 接着7点到8点就是主比利伦英雄 8点到9点就是练育世界 9点之后 那个钟头就是做一级货冲马方程式 在11点就有世界飞机杯 知不知道这场帮你们打什么 这场是南韩对墨西哥 南韩对墨西哥 我心里 我认为全世界最强的球队只有两队 就是意大利和墨西哥 但意大利是出了局 是的 哈哈哈 那会不会荷兰呢 荷兰也出了局 哎呀 所以决策是荷兰对意大利 对意大利我最想看 好了 接着下去了 7月6日 7月6日和7月7日8强的赛事 那 星期五来的 不是7月6日 星期五 星期五十点 那一天的伊斯兰大伯科 和梯枝的美食家 就要暂停了 暂停了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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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要你做 对 床也是一样看到我 对了 那会在10点开球 有达世界飞机杯 对了 然后就是理心信的阴谋 对了 对了 其实也不是 12点钟做理心信的阴谋 一向都是这样 要看看 如果到时 我们一超级赛事 他就真的 你背心信的阴谋 对了 你背心的阴谋 没错了 好了 然后星期六 对了 然后星期六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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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星期六 对了 对了 不错是14点 其实都有亦很好的 老实评 怎好呢 我觉得 有时以来 没找到球 nous 有 80 在天有万 слов 这个时候 我一直ivityro 自己喜欢的 你问我 懷而不實的巴西呢 懷而不實 沒有了那種球味 自從朗娜到朗娜丁奧退了一天之後 整對巴西都不像 很機動性的 沒有了那些巴西 沒有了個人主義 以前90年代 80年代的巴西 是很個人主義的 你會看到 完場之後他們會互吊 說你獨夠吃 現在沒有了 當然我希望偉大的德國 在俄羅斯莫斯科裡 淪淪多次 你的巴西士 我希望偉大的德國 可以在莫斯科裡 贏一次世界盃 對阿坑哥 有些交代 大家很開心 沒有了解 德國不在俄羅斯裏 取海旋的歌 沒錯 我希望德國會贏 好了 我們也都 MHKTV 近來 我不知道首領 總理呢 有沒有看我們一個新的環節 心靈樂章 心靈樂章 也是接下來星期一組 但剛剛上個星期 我們找了阿星仔 阿花仔星 那個時時即食麵 時時即食麵 有 做了一個星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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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節目 我覺得 很惡搞 但你感覺到他好像惡搞 對 但我覺得他講的內容 不是惡搞 不是惡搞 是真正的 即是你不能給阿花仔星的外表 我有看的 而轉成花仔星 但我真的有 花仔星 那個很灰涵的演繹方法 還有整個東西 好像我很惡搞 那樣 就以為這些是搞笑新聞 跟早年的七八新聞 是不同的 沒錯 這個希望 即是這個 給一個換年一新的節目 給大家 現在陸續 我們都會 希望朝這些方向 但其實是辛苦的 做這些 因為時間短 但每天都要做 對 最少要做兩至三個小時 對 幾分鐘的片 幾分鐘要做兩至三個小時 你想我們人手這麼踢腳的情況 多出事 好啦 也有幾樣東西呼籲 延續上次 我們就會 要請人 後期再加一張圖出來 我們就會請一個 Operator 其實一至兩個都要 因為隨著我們的節目 越來越多 時間就很慘 以前的同事四五點 越來越多 現在其實十二點鐘 要走出來 今早小花十點回來 是的 因為我們這個十二點鐘 已經有一節的 Share News 談古論經 沒錯 有時候星期三 醒sir 醒sir 十點鐘 現在星期五 醒sir 又在四點鐘 又有節目 是吧 變成全日的同事 要組回來 然後KCssir 又調組了 沒錯 沒錯 接著的節目 很多的節目 都有錄播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segment 現在花仔星有多些 環節 其他一路續續 其實變相 我們的Studio 三個Studio 是下午的十二點 一直開球 踩到夜晚的點幾 你想想 當中裡面 沒有五個手續幫忙 真的很難搞 Operator 也沒有 耕吵爛了 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 我也希望 在這裡呼籲 我們請了一個 accountant 是 accountant 而我們也在這裡 首先 賣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會在 夜晚傍晚的時段 有一個新的節目 會推出的 這個新的節目 推出其實 就會綜合了 時事即席面 近來你看到一些 保育的新聞 關於香港的故事 軟性一點 通識一點的 時事評論節目 就是 又有悲劇歌 又有悲劇晚報 同時之間 也有些比較 in-depth一點 通識一點 人速無害一點的節目 明白 我們在這裡 呼籲 我們也想請多一個 如果有些新聞小花 新聞是畢業 傳例是畢業 即是會寫稿 拍一下東西 首先你叫小花 就很嚴重 真的是小花 不明白 不是男人 不可知那個 不是那個叫小花 但又要 叫小姐美女 又寫稿 那個是林彥妮 還報告天理 林彥妮以前也報告天理 是的 我們真的很想請一個 即是我們節目需要一個 女士的anchor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些同學 或者是你有親戚朋友 剛剛新聞是畢業 想投身這個媒體界 網媒 可以考慮一下 美女PM她 沒有PM她 沒有PM她 我美女絕緣 有沒有所謂 是 cx at mihk.tv 我們遲些也會公布 一個 CV的requirement 出來給大家 好了 accounting 那方面 我們的account 做了媽婆婆 她真的榮星做婆婆 她真的要臭孫 要請多個 全職的會計師 普通的account card 已經可以了 也會在後期 我們登出美國的Lotus 希望 最重要 我覺得你請account 最重要的是 你突然要找個帳 就不要 不要 不要 出票給夥記 就不要 不要傳錯 我曾經真的很嚴重 不要爆名 不要爆名 請個會計 會計Clarke 明天要找個帳 不出 不出 先找下個帳 又不是交租 又不是交租 什麼都有試過 總之就是 永遠一直跟你做 就要你交租 那又不會幫人追溯的 沒錯 我幫這裡出個requirement 就是 你不要出錯票 不要出錯日期 不要出錯次序 做了一盤帳給我 就搞定了 就OK的了 希望大家 如果有朋友 找工作 我會計行業 開的 這個都很輕盡他條 就不用交租 沒錯 又輕鬆 有輕鬆 希望大家 如果你想做part time 也好 全都好 不妨你還是傳你的resume cx at mhk.tv 打了這麼多年仗 近來有些數據出來 趁這一集 趁手足在這裏 現在有這麼多年戰 我們給大家一些 現在mhk的performance 給大家看看 首先 我們把女性比例成功 由10% 擀剪到25% 是可能 就是因為沒有了我們這些行星節目 其實也有些影響 老實說 但是為什麼 多了這麼多女性節目的觀眾 是因為多謝翁小姐 前一陣子的 翁小姐的佛門警訊 很厲害 真的厲害 還有另外 一得不提 就是《你深信的陰謀》 是 阿小花 厲害了 阿鄭 他一來到 我們這些女觀眾 多了很多 很多女觀眾 喜歡看這些 近來有幾個節目 是多了 但當然 《的士判官》 近來是令到很多 林九哥很厲害 很多的的士司機 就看了我們的節目 我們看看 我們觀看人次的稅數 都是偏高的 大部分是35到44歲 35到44 然後45到54 已經佔了一半 換句話 我們其實全部都是中佬 中佬 但某程度上 這些才是消費層 也可以有個好處 我們看看 佔計比率 我上香港就越來越少 最好 香港的朋友們 是不給錢的 看東西是不給錢的 但你又看到 美洲 非洲 亞洲 其實很多就是馬來西亞的老友 北美洲 加起來 差不多已經四成了 我們賣出國際 又擔持一大步 這件事是很開心的 這件事好像 在外國紅回頭 出口變內蕭 沒錯 我們很希望 多些海外的人 將我們香港的 因為 離開了香港 知識得珍惜香港 當然 通常都是人來鄉前 物來鄉跪 這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很多張圖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 每月的平均 瀏覽量 是28到30萬 比我水量之中是低的 是 變成大家 即時用我們的網頁 去看我們的節目 是不夠多 我們MRHKTV的會員 已經有44000人 是 活躍使用者 就是4413人 是 這些說真的 會有給錢的老友 沒錯 但也不是多 是啊 是啊 那麼 在我們的Live Check Room 裡面 我們也知道 有多少人進來 平均每一天 在線的 有Lock In 加上非Lock In 大概有2000人到3000多人 OK 那其實這個呢 我是覺得是因為的 因為我們沒有去到 五六千人 在Share Room裡面 OK 是不是 我們同時之下 四五千人 六七個人留言 沒錯 這個是實數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堅啪啪的數據 那麼Facebook專頁 我們現在要的 下一件事做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短片 總理 你知道嗎 因為要多些人分享 和Like我們的專頁 沒錯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將我們MRHKTV的Facebook專頁 做一個 很多人會關注的 一個的影片 OK 希望現在有二萬人 很希望去到年底 起碼去到五萬人 OK 這是我們要做的責任 而我們的網店 也有二萬人 也希望可以去到 二萬到五萬人 那就最理想 沒錯 現在其他的Facebook 節目的組群 加起來都大概有二萬人左右 OK 希望這些數據 越來越多 那就會更加理想 最重要的是 活躍使用者 是 換藥使用者 即是會回來 會看節目的 對 而且會付錢 對 如果去到一萬多二萬人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再去 好了 YouTube那裏 你會發覺 一台和二台 觀看次數 真的差很遠 一個是一億二千萬 一個是六百六十萬 一個是Subscribe 近十八萬人 一個是兩萬人 我們希望可以有多一點的短片 就放在MHK02台 OK 一台就是長片 OK 就是這樣的做法 希望做好紅一點 先回來 近來 就開始有些契弟 又玩東西 怎樣 投訴我們一些舊的片 就說有色情成分 蛤? 不是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色情成分 其中一條片就是講早洩 是嗎 那條片就是這個 一個聖事半分鐘 四十三分鐘 OK 當然啦 給YouTube現在要查問 要解話 是 所以在很多舊的片 譬如以前的 濕芝娃 星期五母女 或者這些 This is AV Weekly 聖事半分鐘 半個小時 我們已經加上菊花台 因為有性的主題 我們已經加了一個18歲的 你老母 這些就是 你要投訴 早洩的話 就是早洩那個 屌你老母 來說早洩者 便洩早洩人 你這個男家長 屌你老母 喂 很簡單 早洩是個病 你要進去看醫生 可以去 喂 很簡單 人家正確 聖事三分鐘 我都曾經客串 過一兩集 正確正面 屌你不是淫邪的 雖然可能 那時候Luffy比較性感 但是不代表 你性感可以摸她 因為Luffy的作用 就是檢查大家有沒有早洩 沒錯 如果你看看Luffy 你都背了 那你就是早洩 喂 Luffy坐在旁邊 碰都不碰 問一下 喂 你這樣打了一瓶就糟了 對 沒錯 真的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當然 你的目的是做些什麼 大家心照 是不是有淫舌的東西 大家明白 不是 你常常投訴的電腦 都是下葬回來的三姐四姐 非法的 跟她的中生都早洩 沒辦法 幾代都早洩 其實她幾代都很不同DNA 因為早洩她沒辦法伸延 我猜錯了 因為靠別人幫忙 你這麼狠狠 你不屌欺 對 無論如何 我有一些節目 現在加了18 對以上人士絕意 因為以上有很多粗糙 對以上人士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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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也學得到粗口 是一個宣洩的語句 對 不一定帶來很多便宜的東西 沒錯 但是如果很多人有討厭 我會告訴你已經有了 你不知道有粗口 你中流就看我幫你不了 沒錯 另外很多的節目 我也沒強迫人民人說粗口 我沒理由叫哥哥說粗口 沒錯 哥哥是個粗口 沒錯 對 現在有些沒有粗口的節目 這個世界 一向是多元 有帥仔 有粗礙的人 有聰明的人 有像總理一樣 又可以打得的 世界上是這樣的 你叫弄的全部都是楊偉的男人 因為沒有意思的 沒錯 你不可能記錄 譬如智欣談邏解 或捉字身是改宗男人 沒錯 你突然間說 咳咳 怎麼搞的 怎麼起 沒有 現在放鬆也不夠用 放鬆這樣說的 智欣怎麼放鬆出來就fuck 那不通的 沒理由是這樣 所以其實世界真的是多元的 多元之一就是大家各有不同的角色的角色 才令世界明星 你投訴的這段片消失了 甚至有可能實在已收拾 那不代表這件事情也沒有 Curse 當然有 你不要搭家裡的士 不要搭貨車小的物品 你去到哪裏也你都能聽到 能入耳 問題是你怎麼樣去令自己聽完以後 你不會覺得自己是有朋友 你自己不要說 如果你不喜歡就是不要說 Anyway 接下來星期一 有些節目的調動 KC推付图因为剩下的集数不多 只剩下两集 一集就是今天这个 已经调了上去4点半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下星期的18号 因为端午节 KC推付图有休市 就没有了 只剩下6月的最后一集 KCssr放完书会否再开发 我会叫他 KCssr有时候真的要休息 我觉得要求他 大家在多些网页里面留言 其实很简单 即是我在KCssr 你途丢不恶人 付费专区里面 我有看到 有时候KCssr付的东西 真的很厉害 说真的 大家有些订阅了的族友 自己会自动折个添香油 因为赚的钱是不止你付的月费 绝对是 没错 KCssr做很多的功课 每晚有时深夜 为什么要出来什么 晚上还不回家说明天要做节目要做功课 我跟KCssr喝过两三次酒 他拿着电话在那边按 在那边看着市场 没有停的 在未来跟着MHK每周通讯之后 新的节目叫做心灵学章 Ritchie 罗仲良先生 他是一个资深的音乐人 他利用一小时的节目 跟大家讲一些音乐乐理 不会闷的 我答应大家 我不会令到很闷的 沉积的节目 但是要录 喜欢音乐的人 一定觉得节目是非常之有趣 不喜欢音乐的人 你会发觉非常之有资讯性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知不知道在欧洲里面 每一个年轻人 每一个学生毕业 他都会玩几种乐器 哦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的男人 召唤不了女 哎 除了祖舌之外 好像刚才说的 是的 因为你们完全连续乐理 乐器什么都不懂 完全不浪漫 那你怎么召唤他 没错 为什么那些死班仔会召唤这些女 就是我和我 为什么罗冠宗会召唤朱一呢 哎呀 我真是 你懂剪头发就可以吗 不行的 没有认错 是的 狠的 哈哈哈哈 你懂事啊 你是我 趁我在那里引我 说完这个东西 我真是很坏的 不行的 那你当然要打班式音乐 那你听完这节目 为什么我们阿乔会召唤那些女 没错 为什么有愚蠢会召唤那些女 对啊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 因为阿乔会玩吉他 和阿乔会玩爵士 还有他会出口琴 踏琴 很多样东西 很多样东西 另外一节呢 亦都是Ritchie 跟大家讲一些 关于心理学的问题 其实大家不多不少 都有些心理病 我们这个台里面 很多人都在做狂课 这两个就已经有了 有做啤梨 啤梨 全部都在做狂课 对啊 一小小不能和我吵到 对啊 大家有做狂课 他们是第一名的 但是其实一定要了解清楚 为什么我们会有些 Bipolar的问题 Depression的问题 有些四五点钟 不能睡觉的那些契弟 出帐了那些不睡觉 心理有很多的抑压 对啊 了解一下这些问题 会帮大家的心灵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世卫已经公布了 在2020年取代了心脏病 成为第二号的杀手 是 就一定会是Depression 会因为症 对啊 我们伟大的哥哥 都是因为这样 是没错 刚刚在上个星期 走了的一个手袋设计 哦 ok 是 还有另一个你的同行 因为美食家 也是因为抑骨症自杀 没有办法的 有些东西 人是不过空虚 是啊 希望大家在捧场的节目 为什么我要选一个 都比较neach的题目 要做呢 我们香港人的心灵 是真的不好 不见了 是啊 我其实 有人曾经问过 有没有胆催眠 我真的没有胆 我不敢被催眠 为什么呢 我怕我说 那时你按足的事情 不是 说一些小事 我怕好像无间断 爆了这些事情出来 陈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催眠 是啊 那好了 节目的结尾 我送一送这个宣传片 是Richie 和其中一位女主持人 Jessica 嗯 一首歌给大家听听 好的 那听完之后 就立刻开始做我们的心灵乐章 好的 好 多谢总理 拜拜 那位友达世界飞机杯 9mm赞助的 6月16号 收集络见 没错 拜拜 好了 那在未来 我们讲心理学这个题目之前 我想送一首歌给大家 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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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s singing in a second 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do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Just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oo dumb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do zombies find you Sweet dreams still live for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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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